这一体要怎么画 那第一个的话 我们要知道说一些尺寸怎么去定 比如说呢 我们原则上会先从这边这一条线开始画 那这一条线它的长度是多少 假设你要画这样一条线 因为它是一二三四 有没有四等份 所以是二十 二十 那另外呢 我们要知道说 这边到这边的距离是多少 它跟下一条线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一二三四 那四除以二十的话是多少 这边距离是五嘛 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画一条二十之后呢 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把它做一个 就是再复制一个也可以 或者是说我们用偏移的方式也可以 那画完这个地方之后呢 我马上再画这个弧 这个弧画完之后的话 那上面这一个弧跟下一个弧的距离 也是五 其实画完一个之后呢 我们再用环形正列就画出来了 上个礼拜主要也有跟大家讲到 所谓的那个环形正列 环形正列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进入到 我们的这一个 这个环境 那接下来就是说呢 简单再跟大家做一个复习 就是说像这个环境的设定 以后你就要很习惯 因为我们每次呢 来的话就是它可以的就还原 所以呢 你每次设定 只要记得 第一个是右下角的 偶尔可以点形 点形之后的话呢 再把工具列稍微调整一下位置 把这个工具列移过来 其实你不移过来也不会有影响 只是说习惯上是这样 好 把它移过来 最后呢再把这个图示按右这个上面的图示 按右键之后使用 有没有图示打勾取消 这样就会恢复 跟这个其他的版本 基本上都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你在画的时候 不管哪一个版本 其实都一定会有一个 AutoCade点形的一个工作区 不管是08、06、04 都会有一个AutoCade点形 那你只要设定一个AutoCade点形的话 以后画的环境 都可以设定成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来画这一题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呢 我刚刚讲 就是说我们先画一条线 那画线呢 第一个 我们就在这边 先画一个 往下的一个线段 往下的一个线段呢 起点就是任意点 第二点的话输入20 Enter之后呢 就画出一条线 按空白键就结束 那像这一条线很短 因为20嘛 你看线在哪里 其实是因为20很小 那你把中键点两下 中键点两下再往下 中键就整个放到最大 再往下就缩小 滚轮的地方 记得是滚轮 前面我们讲过 滚轮点两下 它就是放到最大 那再来的话呢 有的时候如果说 奇怪你怎么放大缩小 都没有效果的话 记得你把它重生一下 或者全部重生一下 它就可以让你再放大缩小 有的时候没有办法 在说放的时候 记得这边有个叫 你就全部重生好了 它就可以重新再让你去运算 这个它的放大缩小的值 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要复制一个 增加过来5的话 两种方式 一个是用偏移的 一个是用复制的 比如说我今天用偏移 前面好像还没讲到偏移 所谓偏移就是说我今天 你把油标停在上面 它就跟你讲 所谓偏移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有一个线段 我要移动在它的左边 或在它的右边 产生一条一样的线段 有点像复制 就可以用所谓的偏移 偏移它这边解释是 可以将物件偏移指定的距离 或经过一点 那偏移之后 可以使用像修剪延伸等等的 那实际上就是 复制一个 那这边按偏移 首先的话呢 先点一下偏移 偏移之后它问你说 要偏移的距离 那因为距离刚刚是多少 下一个距离是5 所以说输入5Enter 5Enter之后的话 接下来要选举偏移的物件 你就照底下 其实底下都会有一些 问与答嘛 反正你就是照它的意思 这接下来的话 物件在哪里 物件在这里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直接 选这个物件之后 选它一下 它问你说 偏移到哪一侧 那因为我们是在右侧 所以在右侧的地方点一下 这样的话就 偏移出一个一模一样的 那总共呢 我们需要有 12345 5条线嘛 所以你就可以再继续 它会要选取的物件 那就把它选起来 再往这边偏移 再选 再偏移 再选 再偏移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产生其他的这个线段 这个是用偏移的方式 来说 其实偏移也很好用 好 那最后按一个空白键 就可以跳开 除了用偏移之外 当然除了偏移之外呢 我们选取按Delete 除了用偏移之外 我们可以用复制的 那像复制的话 你可以也是一样 复制 那他会说 诶 选取物件 那你也可以先选取 他就不会问物件在哪里 选物件 选好之后的话呢 按一个空白键 接下来呢 他会问你说你的基准点 那我们基准点 原则上选下面这个点 移过来多少 也就是说我这边复制 要复制到哪里的意思 那当然我们特别注意 方向给他零度嘛 然后呢 复制的这个地方我输入5 5的话就是他距离5的位置 好 复5 有没有 这个地方呢 就复制一个5 5的一个线段出来了 那再来 第二个线段是多少 5 再来是10 所以10Enter 再来是15Enter 20Enter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再来一个20 1234 我们1234 5 10 15 25 这样算起来好像尺寸不对 总共全部要 全部要几个间 123 4个间5条线 所以5条线 那没错 这样 4个间距嘛 5条线 那这样就正确 就是偏移 用复制的方式 5 10 15 20 就可以了 那这样也是可以达到 一样的结果 只是说看你的习惯 那复制当然是有的时候 你的动作会比较快一点 那不过就是说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 你还要去计算说 他下一个位置在哪里 好 那再来的话就说呢 我们要再做一个所谓 弧形 那弧形当然做出来之后呢 其他的弧形 就可以用偏移的 偏移5就好了 所以我只要怎么样呢 做出一个弧就可以了 那弧化的方式 你可以在 前面我们有讲过嘛 就是在那个绘图里面 有个那个弧嘛 对不对 弧的地方呢 你就要想 我们只知道哪几个点 另外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弧一定是逆时针方向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逆时针方向 也就是我今天要画 一定是逆时针的 不能够顺时针的 弧一定是逆时针画 也就是我的起点 一定要在逆时针方向 比如说像我这边要画一个弧 假设我今天以这个例子当来看 那我画的 假设我今天要怎么画呢 在这边画一个什么呢 第一个弧是最里面这个弧 画出来像这样 对不对 那起点一定在哪里 起点一定在右边 因为我也是逆时针方向 来画这个弧 所以起点设定在这里 但是呢 我只知道第二点在哪里呢 终点我不知道位置 因为这个地方我没有一个点 但是我知道什么呢 中间那个中点 起点跟中点我知道 另外呢 这个弧的角度我也知道 因为它是一般的弧 所以是180度 那我如果要画这个弧 我就可以选取什么 绘图里面的弧 里面的什么呢 这边好几个选项 有没有 我知道起点 中心点有没有 中心点还有一个呢 角度180度 所以我就选这个之后的话 点一下 好 就回答它的问题 起点在哪里 起点就在这个位置 起点 第二个问题是 中心点在哪里 中心点在这里 好 再来的话角度是几度呢 180 180 你就输了180 暗烟特 角度180 再一次 这个弧就画出来了 绘图 这边 这边 弧 然后起点 中心点 角度 起点 中心点 角度 第一点 第二点 那角度的话呢 有的时候 自己也可以自己这样拉 有没有 自己往上拉 那你不要放往下 或者它 这个出来是会有刚刚的问题 那最后你就输了180 180 Enter 这个弧就画出来了 就是 动作就是起点在这里 中心点在这里 那角度的话呢 你就画一个弧 那特别注意 刚刚 它动态的显示就是 如果你90度的弧到这里而已 180就到这里 270到这里 那360就变一个圆了 对不对 所以你画出来以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个做偏移 所以偏移按下去之后的话 它问题是说 要偏移的距离 先输入5 Enter 5Enter之后的话呢 再选要偏移的物件 再选要偏移的方向 有没有 这出来了 再选物件 再选方向 物件再方向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画出基本的图形 那因为呢 这个图形实际上 它是 环形 环状的 所以我们再加一个环形阵列呢 就画出来了 最后呢就把这些物件呢 通通选取起来 按一个空白线结束 再把它选取 选取 选取起来之后呢 这个可以把它关掉 再用环形阵列 那环形阵列点一下 前面我们讲过 就是环形阵列嘛 对不对 那物件因为我已经先选了 所以有9个物件 刚刚有9个物件 那9个物件呢 选取起来之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中心点 那我要选中心点 中心点点一下 那在哪里呢 在这里点 有没有 点一下 那几个呢 4个 1234 旋转4次 总共4个 360度按确定 那这个图形就画出来了 好 那这里的话 想你们试试看 把重点提示一下 第一个 你们可以用偏 就是先画出这条线 长度多少 20嘛 再利用偏移 偏移往这个方向 偏移多少 5嘛 那5 1个 2个 3个 4个 也就原来 加原来有5条线 那这边有个图嘛 这个图的话 记得用这个绘字里面 往下找一个图 就是起点 中心点 角度 然后就画一个 那其他的话就用什么 偏移偏移 然后再还行正列就可以 好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试试看